不起眼的纠纷 牵扯出一个错综复杂的拐卖儿童案件 问到底是什么钱 他说他一个老乡 比如他卖一个小孩 什么人如此残忍 将一个还未满月的婴儿出售给他人 案件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售卖亲子的夫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6年5月16号 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高岗分局创业员派出所的民警 在例行走访的时候 发现了一条奇怪的线索 辖区内孔桥附近的一所便民小超市 发生了一起纠纷 创业员派出所的副所长徐志峻带领民警赶到现场 发现超市老板娘和一个陌生男人起了争执 而争执的焦点是一笔钱 听到民警的查问陌生男子开始支支吾吾不愿说出实情 徐志峻敏感地察觉到其中另有隐情 后来我就把他拉到旁边 我就问到底是什么钱 他说这个资钱 他一个老乡 围着他卖一个小孩 卖小孩 好处费 路费 这三个关键词一出来 可不得了了 如果情况属实 这涉及一起拐卖儿童的严重犯罪案件 民警们不敢掉以轻心 又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他们发现跟老板娘吵架的这个男的皮肤有黑 言语沟通也有一定困难 这名男子坚称 说超市的老板娘曾经想向他购买一个刚足月的婴儿 还承诺过给他一千块钱的路费 这条涉嫌贩卖婴儿的线索一经汇报 立即引起了泰州市公安局高岗分局的重视 应该说他们民意性还是比较高的 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鬼卖人口的案件 所以说就迅速的向领导汇报 然后我们组织力量 把这个相关的人员都带回来派出 进行调查了解 经过调查男子名叫阿屈 今年34岁 超市老板娘人称化姐 今年41岁 按照阿屈和化姐的说法 关于婴儿的交易并没有成功进行 所以才牵扯到路费的纠纷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起交易 曾经准备进行 被贩卖的婴儿又会是什么状况呢 当时我们一听 当时还比较震惊的 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我们这边是很少见的 不管是自己的小孩 还是别人的小孩 如果是别人的小孩 那更加签署了一个另外一个案件 高岗分局成立了专案组 组织大量的警力开展侦查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吴斌 就是其中之一 他先从男子阿屈入手 他相当于是团伙当中的一个 在本地的一个介绍人 然后到案之后 他也如实地讲了 帮他一个老乡 说卖小孩 他另外那边还有一个介绍人 这个孩子也不是这个介绍人的 但是我们要找到小孩 必须要找到这个 那边的那个介绍人 阿屈说 另一个介绍人是他的同乡 跟他并不熟识 但是这个人了解婴儿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通过他 但是呢 他老乡的名字也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我们就采用在警务平台里面 梳理一下在我们泰州地区的所有的 我们一张一张的给他辨认 同事当中 这么长 做这种工作之后呢 他辨认出了一个人 阿屈辨认出来的这个人叫阿吉 登记显示 他在泰州市海陵区工业园区里的一个厂里上班 这个厂里有一些和他一样 从四川梁山来打工的遗族姑娘和小伙 不齐尔的纠纷 牵扯出一个错综复杂的拐卖儿童案件 问到底是什么钱 他说他一个老乡 委托他卖一个小孩 什么人如此残忍 将一个还未满月的婴儿出售给他人 案件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售卖亲子的夫妻 阿屈和华姐怎么认识的 怎么谈成交易的 华姐下家是谁呀 准备卖给谁呀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阿吉这条线上呢 连接的是卖孩子的这一边 也就是上家 民警更急于查清楚的是 被贩卖的到底是谁的孩子 这个孩子现在是生是死 他在哪呢 案件的脉络并不明朗 通过阿屈的交代 对阿吉的情况也没有完全掌控 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技术手段 知道犯罪嫌疑人还没有离开 还在那个位置 那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就抹牌走坊 在走坊中民警发现 阿吉所在工厂附近的一个财瓦厂里 有一个和阿吉关系要好的铜箱 经过阿区的辨认 这个铜箱也参与了贩卖婴儿的事情 经过这个过程之后 等于说我们初步认定 辨认得了另外一个人 也应该是他们这些人 我们是分析下来这样子 然后要有意验证的话 必须要找到他们 找到小孩才能搬念 这个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阿吉在罢安民警赶到工厂之前逃跑了 民警只带回了阿吉的妻子阿莎 这个年轻的女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带着孩子随同阿吉一到泰州市打工 肚子里面还怀着第三个孩子 可是阿莎似乎不能和民警交流 一言不发 经过我们在认识西子的了解 发现是确实存在这个语言障碍 因为他们讲的我们也不懂 后来我们就非常着急 到夜里面10点多的时候 我们想怎么来破解这个难题难 后来我们搜了一下 发现我们在我们高港区本地 有一个人在我们那边做老师 后来我们跟那个老师联系了 这个老师也非常配合我们 夜里面10点多 10点多我们去接她的 和阿莎的沟通进行得很缓慢 信息一点一点透露出来 阿莎的交代里有几点重要的信息 第一要卖掉孩子的应该是她的亲生父母 第二这个孩子刚刚出生不紧 我没想到有这么复杂 她就是叫我说打听一下 问一下说人家那边有需要小孩的 这边呢她小孩也不担不起 那如果你又有认识的人呢 就这样帮忙打听一下 说到时候会给你500块钱的介绍费 有点辛苦费 我开始有点害怕 我觉得这样不好 但是她跟我说 你没事的 你不会有事的 不用怕 不起眼的纠纷 牵扯出一个错综复杂的拐卖儿童案件 问到底是什么钱 然后她说她一个老乡 围着她卖一个小孩 什么人如此残忍 将一个还未满月的婴儿出售给他人 案件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售卖亲子的夫妻 这个时候 专案组的人员意识到 应该马上去医院进行摸牌走访 泰州市在这方面规定的很严格 你生孩子 必须得去正规的大医院 当专案组摸牌到泰州市中医院的时候 有了一个重大突破 一个月以前 有一个女人 在中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婴 医护人员当时 对这个女人印象特别深 因为这个人 她坚持不要正常的产护措施 她站着 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而且生完孩子还不住院 强行要求离开 抱着孩子就走了 经过身份确认 生下孩子的女人名叫阿丽 阿丽的丈夫阿龙 就是财娃厂里阿吉的同乡朋友 也就是说 阿龙实际上就是被卖男婴的父亲 他不仅仅是参与拐卖 而且是案件的主谋 民警立刻赶往财娃厂解救婴儿 阿龙实际上 阿龙实际上 爸爸不在 但是我们最关键的是要找小孩 当然小孩 小孩是在隔壁的隔壁 我们不知道 后来小孩叫了 哭了 当时我们就很兴奋地跑回去 一看这个小孩 当时立即给小孩拍照片 给我们 发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去 给当地的人 当地的那个 当地的人看 是不是这小孩 这实际就是他 找到了婴儿 让民警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随后 他们立刻去追捕婴儿的父亲阿龙 这个案件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当我们正在新闻的时候 出外有个人影穿住室 就是他爸爸 溜 溜了之后呢 他往旁边的那个河里面跳 跳下去之后 我们的正常员也跳下去 河里面 旁边还有颅肝 颅尾 他就躲在那个下面不动 然后我们正常员跳下去两个 但是也找不到 他不动 然后我们上面有人在看着 他一动就知道在哪里 后来他半个小时之后 自己坚持不住了 什么手机 我们待会儿就帮你找手机 什么颜色的手机 与此同时 另一组民警也在对阿吉进行搜寻 当天下午 他们在一个旅馆内 找到了出逃的阿吉 至此 所有嫌疑人都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因为这几个案件比较特殊 是个犯罪嫌疑人 本身又是被害人 这个小孩的父母 小孩的父母 这个在追究这个嫌疑人 责任的同时 我们要充分保障这个 充分保障这个人权 第二个呢 就是收集证据 我们要全面 全面客观 把该收集的证据 全面收集 包括客观方面的证据 包括主观 包括那个主观故意方面的证据 都要把它收集权 涉嫌拐卖儿童的阿龙 阿吉 阿区 都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 这个一个月大 沐南英怎么被售卖的 卖给谁的 为什么交易没有成功 这一切谜团眼看着 就要被揭开了 可现在最大的难题是 阿龙的妻子 还有那个阿吉的妻子 已经怀孕的阿莎 这两个人 阿龙的妻子 有四个孩子 阿莎有两个孩子 他们同样是涉案的嫌疑人 如果他们也被刑事拘留 这六个孩子可该怎么办呢 医学检查显示 被解救的婴儿各方面 生命体征良好 身体健康 在创业员派出所内 民警和女辅警 都争相照顾这个孩子 当起了他的临时家长 因为他特殊的经历 大家从心里 对这个刚刚来到世界的小生命 充满了关怀和疼爱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对他们给予了最大的人性化的照顾 比如说 相关的犯罪协议人 被采取强制出事以后 他们的家属小孩 这一块 我们派手跟地方政府 进行了联系 给予了最大的方便 也给予了他们相当的好的照顾 2016年5月18号 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高岗分局 对阿丽和阿沙 采取了取保候审 我们就把它暂时安置在 我们举庄街道 世卫福利院 然后安排他们的生活 和住宿各方面都安排得挺好的 然后也是为了我们公安机关 方便我们安静的办理 婴儿被解救出来了 在采瓦场的宿舍内 民警们找到了孩子的出生证明 出生日期是2016年4月23日 到被解救的时候 这个孩子才出生27天 孩子的父亲阿龙 已经被警方拘留了 孩子的母亲也被控制住了 目前有证据显示 这两个人都参与了这次贩卖 在这个交易链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现在还不太清楚 更让人吃惊的是 除了被解救的婴儿 专案组的民警们还发现了 阿龙和孩子母亲的三个孩子 都是男孩 这些孩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呢 男婴被售卖的真相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明天我们继续观察 我是卢一铭 明天见